大家好,我是小雷哥 据KPL技术赛最后一场间歇时段 两大直播平台纷纷开启了赛事 而虎牙的破军杯相对热度更高一些 因为除了职业还有主播队 最后卡点的还属梦子队与牛马队的比赛 两队分别以北木与微良两大野王主城 两人又是电风赛前山的常客 最近因为电风赛排名闹得全网沸沸扬扬 爆料称榜一微良在技术赛的最后几天 被演员都眼梦了 想稳住电风赛第一真的太难了 反观作为经常电风榜第一的北木 到了几要关头也在努力冲着几分 一直省闻到新赛季官服更新 可随着赛季结束后 大直播北木轻松反超了微良 又拿下了电风榜第一的位置 因为北木等多位主播都在零食工会 包括牛蛙自己战队的上单叶晨也在 随即零食工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导致最近牛蛙战队在训练时 集体开团零食工会 一次内涵梦之队北木 零食谁想拿第一谁就能拿第一 现在是零食的时代 这是零食的时代兄弟们 零食的时代 我终于懂了为什么 今年今年叫零食年 我也是零食的我都没感觉 本来是零食的吗 你们不知道吗 我 等等等你们都会捧你了 你也颠峰第一了 你需要一个机会叶晨 马上就轮到你的时代了 别慌 对就是拿再拿个冠军 叶晨你的时代 不管怎样 小伙伴们看看就好 对于演员 观众会加大惩罚力度 没有证据也不能证明 北木就实锤情演员了 可不得不承认两人的野王实力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对此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